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當你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一切非偶然 記得看到最後一天送給大家一個提示 令到你生命不一樣 2022年是非一般的 有沒有趁著這個新年的時候 給自己review一下人生三大範疇 第一個是關於我們的健康 牽涉及體育 你的滿意度是由一分至十分給自己多少分 第二個是事業收入或者前途 由你的滿意度是一分至十分給自己多少分 第三個同樣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自由 關於時間自由 空間自由 能夠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包括自己和愛的家人和朋友 你的滿意度是由一分至十分給多少分呢 這三個範疇好像是我們讀書的時候 有中英數三科的 我們不是要求全部100分 但每一科真的能夠進步一點點 進步一點點 合格再高一點 以至於自己好像一個人生的學生裏面 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如果你三個範疇當中 隨便一個範疇 你想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或者一個小小的進步 千萬別錯誤 接下來我們在2月19日 是一個叫做Spectacular 中文叫封相之旅的活動 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日頭 三點鐘至五點半 短天是六個半小時 能夠掌握到三個範疇 同時能夠給大家提升的 知識、啟發、步驟和經驗 今年的主題我相當喜歡 是Heal the World 這件事是感動我 加入了漢堡來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 包括自己在內 無論是身心靈多 很多東西需要療癒 透過這麼好的 這麼有愛的一個平台 自己不單止是健康了 身形好了 最重要是懂得去愛自己 亦將這份愛分享給身邊的人 我們需要更多人 能夠加入這個任務 令世界更健康更美好 Let's heal the world 有三個很重要的講師 講講師之前 我也是透過這個 Spectacular 這個字 大家顧名思義 我們有時會看到一個景色 好像我看到前面 我自己一個日落的景色 Spectacular 原來真的人生 你的人生都可以 Spectacular 我自己有一個 很不開心 很不健康 很困難的一個工作 去到現在有時間自由 最重要是健康自由 和經濟方面的自由 可以體驗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了 三位的講師 在這個星期六 是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位就是 諾貝爾醫學得獎者 Dr.Louise Ignaro 她會跟大家 她今天已經80歲了 很難得她專誠 在線上跟大家分享 關於心臟健康 飲食健康 如何能夠抗衰老 活得更加精彩 這是第一位講師 第二位就是 Semanta Clayton 她是奧林匹克的運動選手 在大學的時候 也研讀有關於營養和生活 和運動的關係 這次我會和大家分享 為何在忙碌生活當中 就算不多做運動的人 每天5分鐘 10分鐘 或者多一點時間 已經可以很大的轉變 加上20-80的概念 20%運動 80%營養 令自己的體能 體型 都能夠大大改善 第三位是 乖美娟 來自南美洲 她是相當風趣幽默 同時間 很貼地和大家分享生命的可能性 她在讀工程系的時候 由於大學認識到康寶萊 她也看定了之後 她發現康寶萊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透過她自己的努力 學習 也都面對挑戰 是創造到一個很非凡的人生 不單是自己 家人 也都幫助社區 甚至環球很多人 這次我們很難得邀請到她 跟我們分享生命的可能性 生命的道路 以及 step by step 達到自己人生的目標 這次其中一個環節 都相當特別的 原本公司邀請我做 做最後一部分的總結 通常我都是做最後一部分的 是去回顧 展望全年 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有什麼要留意的 不如今次有一些 是比較動感一點點的 安排在我的農莊 也邀請了香港有好幾位 很出色的領導 不同的背景 又不同的際遇 我們一起在當中 透過一個分享 一個談談 一個討談 去講一下我們自己 從哪裡來 去到哪裡 將來也往那裡去的 其實當日我們在農莊 是整整是一天 是相聚的 很難得 大家都很忙碌之中 很願意 也很有心 透過當然 主要不是飲飲食食 當然我們很開心 但是最重要 真的能夠坐下 我們真的很認真去 分享一下 到底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一些的成長 一些的突破 一些的脫變 好像我們有不同的處境當中 怎樣能夠真是 互相包圍 互相支持 攜手一起 能夠創造到 真是一個非凡的人生 最重要是幫到身邊的人 當中我們有很多的提示 如果真的在這一年 甚至在你的人生當中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們幾位很出色的領導 都由心說出 當然自己可能 有些的走上彎路 或者真的當中 體會了事情 很多的感動 很多的我們都不其然 流淚 也都很狂歡的日子 人生都是這樣 春夏秋冬 大家真的一個mission 同一個mission 同一個方向 原來可以創造 金龐大的效應 當然也都感謝公司 有一個這麼優質的產品 這麼好的文化 是陪伴著我們 一步一腳印 好像由山底 或者山谷當中 照著一個 真是很美好的將來 去成長 將這件事 傳承給我們自己 下一代 社區 甚至地球 好了大家盡快 上線登記 千萬不要錯過 開始的時候 我答應大家給你一個提示 其實不止一個 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 邀請來關心的人 一起上線 學習 提升 在這三個範疇當中 有所得著 結果是一加一等 等於十 這是很重要 馬上去 call他們 一起去學習 第二個提示 同一個活動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體驗 不同的得著 你要得著最多的 真是叫level 10的得著 由這一刻開始 思維 你的心 闖開 迎接 封城 迎接可能性 get excited 到時你自己 闖開了 你所得著 好像全收了 所以 開始 是ready for a great year a great life for you 到時 先上見 拜拜